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利维亚交界处还有一个名为 普玛彭古的古遗址出现了更多匪夷所思的东西 他们在仅次于钻石和金刚石的末世印度的巴吉安山岩上 打出了精密的圆孔 切割出十分规整的直角边 如果不是将这些遗迹整合起来观察和思索 恐怕你永远也不会发现 这些遗迹的背后都有一个已经失传的 来自远古时期的黑科技 它帮助古人更好地修建巨石建筑 软化并切割 现代人都无法轻松切割的石头 那么这种技术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探索一下巨石文明背后的黑科技 在埃及萨卡拉地区 有一座非常著名的阶梯金字塔 考古专家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长7公里 宽1.5公里的地下世界 里面有数百万人类的木乃伊尸体 和800万只动物木乃伊尸体 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是古埃及的死亡之城 1851年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 马利埃特沿着石神人面向的路径 通过一个神秘的地下入口 发现了这座死亡之城 当时马利埃特带领30名工人进入地下墓穴 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雕像 青铜文物和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这个10平方公里的地下墓穴中 马利埃特发现最神秘的物品是27个近百吨重的巨大花岗岩石棺 这些石棺中除了有一个似乎没有加工完毕的之外 其他石棺都完好无损 每个石棺的盖子和关体都很明显 是从同一块石头上切割下来的 看着这些加工精良且密封着的巨大石棺 一开始马利埃特以为是找到了古埃及贵族法老们的墓葬群 想必这些关谷里一定藏有非常丰富的宝物 于是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 马利埃特就用炸药将其中一个石棺炸开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石棺里既没有法老遗骸 也没有任何金银珠宝里面摆放的竟然是一只巨大的公牛木乃伊 面对这样的发现 所有人都一脸失望和诧异 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石棺会储存公牛木乃伊 即便古埃及有阿皮斯公牛崇拜的习俗 但是这么大的石棺如果是用来放公牛木乃伊 不是一个很浪费力气又浪费空间的事情吗 而且也没有必要加工的如此精致 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古埃及金字塔的另一个秘密 后面有机会的话会专门进行讲解 那么说回话题 先不说这些石棺的石材是如何从800公里外的 阿斯旺采石厂运过来的 就是这种带抛光的切割加工精确程度 对于今天的工匠而言都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挑战 那么古埃及人是如何完成这项操作的呢 随着考古一记的挖掘 人们发现了更多细思极恐的地方 时间来到1911年7月 当时担任耶鲁大学南美历史讲师的宾厄姆和他的探险队 来到秘鲁寻找印加帝国最后的首都 正是这次远征让宾厄姆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古印加遗迹的人 他的游记失落的印加城市也因此大迈 这座古城也开始名声大噪 人们将它称为马丘比丘 它坐落在秘鲁安地斯山脉尾部海拔2350米的山脊上 每当人们仔细端详这座被群山怀抱的石头城时 都不禁被他的高超建筑工艺而折服 当时的古印加人是如何将石头累到这种高度 又是如何将石头切割成合适的尺寸 甚至不需要粘合计来固定石头 这真的无法不让人震惊 一记中堆叠的石块都能拼合的准确无误 石块与石块之间的凹凸 嵌合的细节甚至都考虑到了抗震需求 一些石块即使重达15到20多吨 也一样精心雕琢细节不为 再搬运到合适的位置 这一切就算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完全做到 更别说全靠人力和原始的工具 那么一群没有车轮没有铁器 也没有文字的古印加人 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直到62岁的西班牙艺术家洛佩兹 展出了他对石头的雕刻作品 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些线索 这些石头就像是被软化过一样 他说自己和石头之间仿佛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帮助他完成了这些作品 当然他所用的石材硬度 远远没有办法和前面的古代遗迹相提并论 但是这却给所有人开拓了新的思路 难道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掌握了 某种可以让石头软化的技术 才能让所有石头变成各种形状 并严丝合缝搭在一起吗 这种早已失传的技术 似乎在普玛彭古遗址中更加明显 普玛彭古是一个位于南美洲 布里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古遗迹 坐落在海拔3700米的安地斯山脉上 这里被认为原本可能是一座神庙 普玛彭古的意思是美洲石门 这里摆放着很多单个7到8米重达百吨 有着各式凹槽形状的巨石 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400多吨 这里就像是经历了某种巨大的灾难 损毁了整个地区 巨大的石头残骸散落一地 从已经倒塌的痕迹来看 神庙的建筑结构像搭积木一样 用巨型石块建成 许多碎掉的石头可以拼接成一个更大的结构 起初专家想带回一些石头碎片 用铁制的锤字凿字拼命地敲打这块石头 却很难凿下一块完整的部分 根据当地人介绍 一直到1940年代 玻利维亚的军队还把普马彭谷地区的石板 当作训练士兵的靶场 科学家们把这些石头拿去实验室 发现这些石头是现代最难加工的安山岩 安山岩一词来自于附近的安地斯山脉 安山岩不同于水泥 它属于快速凝结的火山岩 且归于最难加工的石头行列 几乎不可能像水泥一样胶着 科学家认为胶着安山岩对温度和容器的要求 在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就算是现在胶着一块一百多吨的安山岩零件 也是极难实现的 只有距地球表面60到250万米以下的地漫层上层 温度才可以达到溶解安山岩的 1000到2000摄氏多 科学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利用切割的方法 自然界中可以切割安山岩的 只有末世印度10级的钻石 以及末世印度9级的金刚石 这些单块重达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石头部件 是如何切割的 这是研究该地区一些科学家 至今都没有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就在科学家们还在研究 怎样切出如此大一块完整的安山岩石 更棘手的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在破马棚古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排类似于爱马仕的H形巨石 这些巨石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有锐利的直角 其中最大的一块H形巨石有96个标准90度直角 而误差不到0.01度 这种平整的切面被认为 比在石头上雕刻复杂的研画要困难得多 在现在看来 安山岩想要精细化加工 只会用到激光或者是金刚石进行切割 于是工作人员们就把破马棚古的巨石进行采样 带到了实验室 并用这两种现代化的方式对样品进行切割 结果发现用钻石切割的一面会有很多摩擦时留下的痕迹 激光切割的面会有一层被烧焦的痕迹 很显然 破马棚古的巨石不可能是用这两种方式切割的 而这些巨石的横切面足足可以达到50多个平方 无论采用现在的哪种技术都无法切割这么大物体 更不好解释的是这些石头上 还有一个个用来安插连接石头与石头之间配件的圆孔 这些圆孔普遍很深穿透了整块巨石 孔内壁也被打磨得十分光滑 没有半点凹凸不平的情况 这些小孔均匀的排列在精细打磨出来的细槽里 小孔之间的距离一样 误差仅在0.5毫米以下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 这些建造工艺十分高超的巨石文明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为什么建造完这些遗址之后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呢 对于石头的建造一些学者提出了比较新奇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石头被酸性植物汁液混合软化 然后成型最后变硬 另一种说法是古人使用激光放射性等武器 或者说他们有一种神秘的失落文明提供的非常先进的机器 当然还有一个假设 这项工作是在外星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巧合的是 似乎各个古文明中都有一群天神从天而降 帮助他们发展文明的传说 时日今日巨石文明的种种谜团仍然无法得到完美的解释 但我们通过这些遗迹却能够发现 曾经有一种能够随意软化切割巨石的古代黑科技 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地球漫长的46亿年历史里 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仅有5000多年 对于更早以前出现过的事物文明种族 我们仅可以通过出土的各种文物海骨来推测一二 且不说恐龙诞生之前的40多亿年 地球发生过什么 就是近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的历史都无从考究 但有些事物又确确实实的遗存在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世界 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解开这背后的谜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